哈囉大家好我是十六 這集要來開箱妹妹的房間 就是我的小姑 我們之前規劃這間房間大概 有六到八個版本吧 超多 格局還蠻多種的 最後妹妹選擇了 平面圖的H版本 跟3D圖的B版本 其實這兩個是一樣的 但是編號不同 大家有興趣那個規劃的細節 可以看我們之前拍的影片都有在上面 我們有做了一個蠻大的改變 就是房門位置的調動 就是它原本的房門是在 現在冰箱的位置 那現在的話是改到客廳這一側 就是你一打開就是客廳了 但我覺得這個動線也蠻好的 因為左邊是廁所 就是你只要一開門然後往左走就是廁所了 改造這間房間之前啊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大概就是收納 因為它的房間我覺得單人來說不算小喔 其實還蠻充裕的 但因為沒有一些櫃子 所以導致你東西可能就會亂放 物品沒有自己的家 做得很新的 做得很新的 無論多滿 consulted 有問題 你怎麼會 做得來 大家可以看到 平衡 很難看 有問題 有問題 一進門的右邊 就是一大面白牆 這是妹妹要的 最後等他入住之後再來佈置 就看他想要怎麼規劃 對 我們就留給他空白 然後這邊的話我覺得可以當電腦桌或書桌 然後一樣有一張電腦椅 這邊還是有給他一些抽屜 有基本的收納需求 像是可能你要放化妝品、保養品或是文具都可以 插座的部分我們檯面上跟檯面下都有各留一個 就是他如果要走線或是想要充電什麼的 或是電腦要用都有 開孔的位置我們也是開在比較側邊的地方 這個位置其實還不錯 而且我覺得他桌面真的超大 很大啊 對啊 真的很舒服 可是他桌面比我工作室還要小一點 那是特規好嗎 那是特規 本來這個版本他會有一個類似陡櫃的高度 會凸起來 但我覺得這樣子被截斷有點不好看 然後也不好運用 我就直接幫他做平 這樣子一整面看過去比較舒爽 這兩個呢 櫃子超級深又超級大 超深耶 是要拿來放兩個行李箱 那我是依照我的30寸超大行李箱的規格來做的 所以絕對放得下 這個你都可以躺進去 我可以啊 你看我可以這樣 半深耶 如果我不要縮腳的話 大概是我到我屁股 對啊 真的很深耶 很深耶 行李箱的規劃其實蠻多人會坐在玄關 就是可能出門就直接拉走 就有些他們的櫃子很大 或是像有些會放在衣櫃的頂端 就是放在什麼東西都往上堆 但是對於常出國的人 我覺得放在上面會蠻不方便的 我覺得放在底下是最適合的 檯面延伸到這裡啊 還是有給一個插座 然後底下這邊就是做了一個開放式的櫃子 那這個櫃子其實比較深 沒有到這麼好用 可是我覺得還是做給它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長的收納盒 你可以放進去然後再拖出來 可以放一些小雜物 我這個板子是可以拿起來的 對 就看這個板子就知道它有多深了 對是這麼深 而且是還可以到底下喔 它這個其實是可以自己調高度 如果你是想要上面比較高 或下面比較高都可以 這間房間啊 我們幾乎都是用系統櫃做的 因為當時本來想要做軟裝 可是很怕說東缺一角西缺一角 因為很多都是特製的規格 你買不到那樣子的軟裝 所以我們就想說要求整體性 就全部都把系統櫃做起來 那這邊檯面延伸過來啊 床的側面有做了一個側板 會做它的原因是 因為妹妹的床旁邊就是牆壁 然後它又是單人床 然後冬天的時候其實牆壁是很冰冷的 而且在外面就是後陽台 你風這樣灌啊 皮膚只要接觸到那個牆壁就是很冷 床頭的部分啊 我們就做了30公分 沒有直接到底 那底下的部分啊 它都有兩排洞口 你可以自己調高度 然後裡面呢 還是一樣可以放被子 到底有多少被子要放啊 一個人睡是有多少被子 對啊或是枕頭也可以 反正看起來要放什麼 看它想要放什麼 對就是很怕說收納不夠用 它要放行李箱也可以啦 行李箱放不下啊 好這個五巾還蠻特別的 它是這樣開 然後才可以拉起來 喔 這樣就整個拉起來了 超深的 很深耶 這板子很長耶 對啊這樣子 它就到底啊 喔好深 這裡啊也是可以調整 我把它弄到跟旁邊一樣 我現在都把它們調平了 你也可以就是再抬起來 或是再放下去都可以 反正就看你要放什麼 對 自己去調 但是你覺得可以放什麼 這一小格嗎 可以放他喜歡的偶像的照片 不是 你在這邊辦嗎 我沒有說喔 白痴嗎 天賴 那看它要放什麼啊 沒有這邊可以放投影機 投影機這樣太低了啦 投影機你至少要放到檯面上 才對 也可以啦 如果投影機放在我左側 然後投過去就是一面白牆 剛剛好啊 而且這邊白牆太大了 它在房間它直接可以看電視耶 我跟你講一舉兩得 因為你這邊放一個投影機之後 你這邊就不用想你要做什麼軟裝了 就讓它擺就好 喔對啊 因為 對不對你也不用花時間 花心思去做這件事 就放個投影機就解決了 就同學來你家說 欸你這邊怎麼不放一些東西啊 沒有我要投影 Netflix直接按下去在這邊看 然後又開會也可以 接著我們來看床架跟床墊 這張是德瑞克的極致雲端 妹妹自己挑的 那我覺得軟硬度算是蠻中等 其實老少嫌疑 就蠻舒服的啊 我看我都覺得上面的舒適層是ok的 因為它的舒適層說真的真的蠻舒服的 它有一個那個就是像海綿一樣 在雲蹲的感覺 我們家就有兩張德瑞克的 德瑞克的 沒錯 然後它旁邊啊 都有做360度的透氣孔 在這個位置 就是你睡覺的時候放屁會排出來 但它不會補喔 它這個床顏真的還蠻老的 對你這樣做就知道 對啊 我覺得它選這張是對的是說 因為它不會滑 它這邊我有稍微幫它留一塊小踏板 就是 還蠻舒服的 對我是喜歡這樣子啊 就不要一下就下去 這邊太太妳現在是要睡覺嗎 沒有 睡一下我想要收工 他們家不是也有四歲的服務 有 十天 喔 底下的部分啊 我還是有做抽屜 而且也蠻深的 欸好深喔 然後你自己還可以再分格啦 就如果你想要放一些內衣褲啊襪子啊什麼的 欸多三格就多一落櫃子欸 很夠用欸 對啊 像我自己很多一些白寶盒 喔 對 就收一些阿里亞沙的小東西 對阿里亞沙的小東西 就放在這裡 沒錯 我覺得還挺大的吧 我覺得還OK啦 這邊這樣有一瓶嗎 這樣應該有一瓶吧 差不多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狀況有一瓶 然後這個顏色我覺得也蠻舒服的 我們這次挑的是SPC 外面是瓷磚嘛 房間就是SPC 這個色號啊是負名地板的 ABC系列1688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看這個色號可以去觀望看 而且這裡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就是那個很醜的窗型冷氣 喔對 而且超吵的 對 你知道因為它那一台窗型冷氣 有很大的問題是會影響到後陽台的動線 對啊 就每次要經過它就是要閃過那個 對 那一台 而且我們那時候因為要改後陽台 就卡到這個冷氣 對 因為我們現在也換了分離室嘛 對啊 對 但沒辦法一定要戴一個帽子 窗戶也改了 我給大家看 改了這個窗戶啊 最棒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直接把衣服丟進去 有沒有這麼懶啊 你這樣洗衣服喔 欸 但我不用洗衣籃欸 我就是這樣打開喔 你要亮衣服的時候 你就把那個電動塞機搖下來 然後這樣子這樣 弄上去 你這樣就沒有理由說媽媽幫你洗衣服了 對啊 也是 對不對 他如果一直睡覺然後叫不行 沒關係 就從這邊啊 我就洗衣服 對很吵 他就被吵醒 沒有可是他現在就是 氣密窗 比較安靜 那沒辦法還是會睡得跟豬一樣 而且我覺得這樣真的舒服很多 因為他原本的窗戶啊 打開外面是鐵窗 所以你一旦下大雨 或是 就很吵 對 非常吵 就是直接是外面了 然後他現在這邊裝了氣密窗 然後外面又裝了氣密窗 等於是有兩層 下雨還是會聽到聲音 但你已經 比較小 聲音會比較悶一點 沒那麼大聲 對 而且也蠻通風的 對啊 因為上面那個氣窗打開就很舒服 然後他如果自己喜歡種植物 外面也可以種一些植物 我們窗簾啊 會有兩條這個線控制 一般只有一條嘛 對啊 那他這個風情簾的好處就是 他可以自己調動你想要的位置 比如說我只想要遮中間 那我就可以這樣拉下來 嗯 對 然後我這邊就往下 對我只想遮這一段 就有時候你不想要被陽光曬型 對 但你要有一點透光 你就可以留上面 對 或是我只想要遮這裡 因為我在換衣服 然後我就把它全遮掉 對啊 也可以啊 對 他這個其實是有一點點透光 但是遮掉蠻多的 然後這個顏色也蠻舒服的 然後這個顏色也蠻舒服的 有點密色 他其實是有一點像紙 喔 對 但風情簾真的蠻貴的 就是漂亮啊 對他就是漂亮 可是他清潔你就是要用那個 就是用除塵刷 對 最後我們來看衣櫃 衣櫃其實還蠻大的 好大喔 這個單人夠了吧 這個櫃子上下吊衣都有 然後尺寸我其實有特別量過 就是我自己的身高 這樣都沒問題 妹妹應該沒問題 他170 他更高 對啊 對 所以還蠻好拿跟掛的 左邊的地方就是讓他放一些包包 或是一些比較大型的物品 收納真的很夠耶 很夠啊 就是上面褲子上面外套衣服都可以 這邊的話 就做了拉欄 就可以放一些摺衣 對啊 有四個我覺得還OK 這個的話一定要爬梯子 很夠吧 房間的牆面啊被退縮了大概十幾公分 可是收納比原本的房間更多 還要多 對 其實原本房間是沒有櫃子的 對 都是一些組裝的櫃子 就是一些軟裝就不夠放 對啊 那現在這樣子做起來我覺得舒服很多 我自己也蠻喜歡的 就是一個人睡在這很爽耶 我們從裝潢過程 然後一直到好 這一間幾乎都是我們的休息室 對對對 每次吃便當都是在這個窗家 就一開始還沒有客廳的時候 我們都坐在這邊吃便當 當沙發 對啊 對 然後有了床座 然後設備全部都放在這裡 嗯 會暈 你沒有邊吃泡麵邊轉啊 你說堵繩子 看過這個橋段應該 音樂 都有年紀了 音樂來 音樂後製啦 咦? 咪排 我要收工了 我要收工了 以上的影片就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追蹤IG 下次見掰掰